曹操的兵马从中原远道而来 早已疲惫不堪 听说此次为了追赶刘将军 其虎抱骑居然一天一夜长途奔袭三百多里 正所谓强弩之末是不能穿卢稿 犯下了兵法中的大忌 况且北方之人不惜水战 在江南地区无法发挥其陆战的实力 尽管荆州的百姓在曹操的淫威之下 不得不趋意顺从 但内心深处对曹操充满愤恨 拥有这么多的有力条件 将军只需要精心安排精兵强将 与刘将军一起做好作战的协调 双方齐心协力 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这个强敌 曹操一旦兵败只能退回北方 无论是刘将军还是孙将军 都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 到时候顶足三分的格局也就形成了 而这一切的关键 就要看将军是否能下定决心 与刘将军结成联盟 共同对付曹操了 诸葛亮的这段话语 直白坦诚 不卑不亢 终于打消了孙权 对于刘备集团实力的担忧和顾虑 孙刘联盟也就此正式形成 当然这里还是不得不附带提一句 小说中的蛇战群儒 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真实的历史当中 江东的头号谋士张昭 不仅没有与诸葛亮唇枪舌剑 反倒是在孙权面前 夸赞诸葛亮的才能 并建议孙权将诸葛亮留在江东 为东吴效命 这也可谓是能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了 同年年底 赤壁之战终于打响 正如诸葛亮所言 交战之初曹军就出现了 大范围的水土不服现象 曹军军营发生大规模的瘟疫 战斗力明显下降 加上新边水军 及新赴荆州水军难以磨合 士气明显不足 因此出战就被周瑜水军打败 曹操不得不把水军引刺 江北与陆军汇合 把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 操练水军等待粮机 同时为了解决士族 不惜坐船的问题 将舰船首尾连接起来 人马于船上如履平地 这就给了孙刘连军可乘之机 周瑜的不将 黄盖立即献上诈降之机 骗取了曹操的信任 至战日 黄盖准备了十艘清理之舰 满载新草高油 外用赤曼伪装 上插京旗龙帆 当时东南风急 十艘船在中江顺风而前 离曹军二离许 黄盖命令点燃柴草 同时点火 火烈风猛 船网如箭 烧进北船 沿急岸上各营 庆客之间 奄艳张天 曹军任马烧 逆死者无数 在对岸的孙刘连军 横渡长江 趁乱大败曹军 曹操见败局 已无法挽回 当即自焚剩下的战船 引军沿华容小道 向江陵方向退去 周瑜 刘备军队水路并进 一直尾随追击 曹军伤亡过半 曹操回到江陵后 孔赤壁失利 而使后方政权不稳 立即自海北方 刘曹仁徐晃等 继续留守南军 而后伟人乐尽守襄阳 满宠代理奋为将军 屯于当阳 孙刘连军终于取得了 赤壁之战的完胜 至于小说中提到的 草船借鉴和借东风 也完全是虚构 曹操被孙刘连军打败了 忽然成为一片权力真空地区 建安十四年 刘备趁周于乌霞难顾之机 要求孙权同意其收复南方四军 此时的孙权 虽然对刘备的建议心理并不情愿 但是因为自己在江陵和合肥同时进行 与曹操的第二次较量 乌霞他顾 因此也只能同意了刘备的请求 于是刘备率部南下 收复四军的地盘 很快 零零郡贵阳郡 武林郡长沙郡 就落入了刘备的手中 不久 刘备借口自己的部队没有立足之地 要求周于分一些地盘 周于同意芬南郡的南岸地给刘备使用 刘备在游口把军营改建为公安城 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 同年刘表的长子 刘备最忠实的盟友刘其并故 刘备自封为荆州幕 将公安作为自己的荆州幕办公地点 刘备集团从此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发挥了联络孙权 建立孙刘联盟的重要作用 刘备论功行赏给了诸葛亮在自己集团的第一个正式的职务 那就是军师中廊将 这个职务介于将军与校尾之间 具体的职责是都里零零贵阳长沙三军 征调赋税负责后勤工作 除了出色的完成本职工作之外 诸葛亮还积极地参与到刘备集团内部稳定的具体事务当中 零零贵阳长沙三郡中海 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蛮人 由于之前朝廷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这些蛮人与当地居民及官府之间冲突不断 严重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安全及经济发展 诸葛亮到任后改变了之前采用的敌对政策 采取腐随政策 改善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同时特意在三郡地区划出专门的区域建立了四个营地 积极与这些蛮人保持密切的联系 诸葛亮还多次前往蛮人居住地进行联络和视察 这些举措都对稳定局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诸葛亮的协助下 刘备集团所占据的荆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稳定 不少荆州的能人意识也加入到刘备集团当中 这其中就包括了谋士庞统 马良武将黄忠等人 这些人的加盟也为刘备集团的壮大 提供了充足的人员储备 还成为不久之后爆发的一周争夺战的生力军 建安16年年底 刘备应一周母刘张的邀请率兵进入一周 此次入川的大部分为刘备集团 在荆州时期所吸收的文武能人 如前文所提到的庞统黄忠等人 而刘备的嫡系如关羽张飞赵云等人 大都留守荆州 其目的非常明确 刘备对于荆州大本营的安危是非常看重的 将自己的心腹都留在了荆州 诸葛亮则作为留守荆州大本营的最主要的谋士 刘备入川原本的目的 并不是如刘张想象的那样 去对付汉中的张鲁 而是与益州本地实力派张松等人密谋夺取益州 因此刘备入川的一年时间里 始终是在向刘张要钱要粮要兵 同时在益州地区 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为夺取益州做准备 这也是实现诸葛亮所提出的跨有经义战略的重要步骤之一 因此诸葛亮在荆州除了继续贯彻 由他自己提出的联武抗曹的既定策略之外 还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一周的局势 也就在这个时期 诸葛亮的声明开始在中原及江东地区中流传开来 之前对诸葛亮就非常欣赏的孙权 经常派遣使者前来通好 进一步稳定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 而远在中原的曹操也听说诸葛亮的声明 派使者送来了鸡舌香五经给诸葛亮 在汉代上书郎含鸡舌香扶奏时 是一项风雅的宫廷礼仪规定 是在朝为官面军义政的象征 曹操给诸葛亮送鸡舌香 安是让诸葛亮口含鸡舌香为朝廷做事 当然对于曹操的拉拢 诸葛亮丝毫没有理会 在诸葛亮的心中 刘备才是真正的明君 帮助刘备实现复兴汉士一统天下 才是诸葛亮最大的愿望 建安十七年 由于张松给刘备的密信 让其兄张素结获并交给刘张 刘备与刘张反目成仇 一周争夺战也由此开始了 刘备在斩杀刘张大将杨淮等人之后 立即派遣黄中卓英率兵南下 向刘张发动进攻 不久之后刘备所部就占领了浮县地区 并与刘张派来的刘归冷包张任邓贤等人 展开激战 刘张的军队遭受重大损失 只得退守棉竹 随后奉命增援棉竹的刘张军队将领李延 又率众投降刘备 使得刘备实力大增 得以很快向一周腹地展开攻势 但随后遭到了刘彰的拼死抵抗 刘彰派出刘归冷包张任 死守成都的最后一道防线落成 尽管刘备在围攻落成的战役中 俘获了一周名将张任 但并未能够顺利攻陷落成 双方在落成地区形成对峙局面 为了加快战争的进城 刘备急忙写信给镇守荆州的诸葛亮 让他火速率军进入一周 两面夹击刘彰 建安十九年 诸葛亮率领张飞赵云兵分两路进入一周 在诸葛亮的指挥下 张飞沿加陵江直扑成都 赵云择速长江而上 经民江和陀江往成都方向进发 在两位将军的奋力冲杀下 荆州方向援军迅速占领了 巴西江阳德阳四中等地 与占领了落成的刘备一起 对成都形成了包围之势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刘备集团的另外一名重要谋士庞统 却在落成一意重重见身亡 这让原本就与庞统詹亲戴顾的诸葛亮悲痛不已 庞统的死并没有对战局产生丝毫的影响 刘备夺取一周已经指日可待 随着诸葛亮大军的入川 一周战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周大部地区被刘备所占领 刘彰的老巢成都不久之后 也陷入了重重围困 尽管成都城内还有精兵三万 粮草充足可以支撑一年 但是刘彰眼看大势已去 在刘备围困成都之后 不久就开成投降 从此一周也落入了刘备之手 诸葛亮跨有精益的战略 即将变成现实 战后论功行赏 诸葛亮不但与法政官与张飞一起 被刘备授予了金五百金 银千金钱五千万 仅千匹的奖赏 同时被授予了军事将军 义州郡太守的职位 与法政一起共同执掌 刘备集团的内政大权 不过军事的占领 并没有完全理顺 义州内部复杂的社会政治格局 在诸葛亮的建议下 刘备成立了包括法政 诸葛亮 李延 以及刘八在内的五人委员会 专门负责制定和颁布法令 法规 蜀科在这种背景下 很快就诞生了 蜀科的主要特点 就在于严明赏罚 割除刘烟父子 十七法级松弛 不能激励善者 不能惩治恶者的弊端 针对义州地区 常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尖锐矛盾 诸葛亮的方针是六个字 先立强后礼入 先立强就是严格依法办事 限制和打击 义州豪强地主的不法行为 缓和内部矛盾 因此诸葛亮在执行法律的时候 非常严厉 很快阻力就出现了 一部分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 受到了损害 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一时间反弹之声 很快响起 这些人不但在底下议论纷纷 说诸葛亮这是刑法俊极 没有夺得量力 而且利用各种关系 给诸葛亮施加压力 有些一州的高级官员 也开始为他们说话了 带头的是身居杨武将军 蜀郡太守的法证 法证作为这股势力的代表 公开找到诸葛亮 劝说诸葛亮放弃目前实施的法力 法证说从前高祖刘邦入关 废除了秦朝的严酷法律 约法三章 宽禁省刑 关中的百姓们都非常怀念他的恩德 如果我们刚刚凭借武力占领一州 还没有垂恩于地方 就已经是滥用权威 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采取怀柔政策 放宽刑法和禁令 这样才能安抚他们 听了法证的话 诸葛亮心里十分清楚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把问题解释清楚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给以后一州地区的综合治理留下极大的隐关 考虑再三 诸葛亮终于决定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 向法证及整个一州解释依法治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这封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秦朝实行的是暴政 结果逼得老百姓民不聊生 不得不起来造反 高祖刘邦针对这一情况 特意采用了宽行持尽的做法 这当然是正确的 而现在一州的情况和当年高祖时代完全不同 自从刘烟统治以来 一州地区就一直是德政不举 威行不素 地方豪强也因此放逐 专横跋扈 为所欲为 君臣之道也因此被彻底破坏了 到后来变成了宠爱他们 并许以高位 这些人反而不觉得有什么可珍惜的 顺从他们并施以恩惠 他们又变得轻慢无礼 这就使得一州地区 出现了非常混乱 无法收拾的局面 也导致了刘彰在一州统治的结束 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 就是要重新树立法治的威严 只有在法令法规得到贯彻和实施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什么是恩德 只有这样上下之间的秩序才会恢复正常 法治的成效就从这里最能显现出来 诸葛亮与法政之间的这场争论 很快就引起了刘备的重视 对于诸葛亮的观点 刘备是非常了解并十分赞同的 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 诸葛亮也更加放心大胆的去实施各种法律法规 一州内部的社会秩序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对于诸葛亮而言占领一州仅仅是实现跨有精益战略的其中一步 占领由歌具势力张鲁占据的汉中地区 并将其作为北伐中原的桥头堡 才能使得这一战略得到完全的实现 但是就在诸葛亮尽心竭力治理一州的同时 曹操已经抢先在汉中地区动手并收降了汉中 这不但给跨有精益这一战略目标带来了负面影响 同时也给刚刚壮大的刘备集团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此时刘备集团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了汉中地区 一场大战也注定将在汉中地区展开 对于汉中和他的主人张鲁 诸葛亮并不陌生 早在刘备三谷茅庐的时候 诸葛亮就已经将汉中列为刘备鼎足三分 到最后统一华下的最为重要的基地之一 汉中是个四面环山的盆地 他北至关中要翻过横根的秦岭 南至蜀中要翻过连绵的大巴山 东至湖北要穿越广袤的厄域山区 西至甘肃要越过那里的奇山 无论从关中到蜀中还是从蜀中到关中 汉中都是必经之路 他不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同时也是一周的北大门 对于刘备集团的生存极为重要 就在刘备集团与刘张展开最后决战的同时 建安十九年 曹操也挥军进攻汉中 张鲁的军队会不成军 同年的十一月 张鲁就投降了 短短四个月时间 张鲁所盘踞的汉中就被曹操夺取 曹操占据汉中之后 刘备迅速派遣 黄泉进攻依附曹操的汉中一帅 巴东太守朴胡 同时针对曹操手下将领张和 孤军深入 进入巴西地区掠夺人口的行动 刘备命令巴西太守张飞 率领万鱼精锐应战 黄泉的行动异常顺利 他攻破了渡货嫖胡诸军 收复了三八地区 而张飞面对张和这支孤军 也采用了出奇制胜的策略 率领一万多精兵截击敌军 一下子把张和军截成两端 张和军首尾不得相救 被打的七零八落 张和丢掉马匹 进入山中 与手下十多人走小路 才得以逃生 然后收拾残部退回南正 经过荡区之战 曹军势力退回汉中 三八地区复归刘备所有 如此一来 曹操对于益州地区的巨大威胁 得到了暂时的解除 曹操于同年年底 率领大军返回了叶城 只留下夏侯渊 张和徐晃等人镇守汉中 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 终于得到了缓解 建安二十二年 刘备的大军 开始攻击杨平关 同时张飞 马超等人 屯兵五都下边 而曹军主帅夏侯渊 则镇守杨平关 并派出大将张和 屯兵广石 同时派遣曹洪进攻下边 这场战斗 从一开始就陷入了 胶着的状态之中 同年年底 刘备出兵汉中 直到次年三月 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 甚至出现三月间 曹军大将曹修 在下遍地区 打败张飞与马超军队的意外情况 大将吴兰也因此阵亡 四月 曹军另外一员 名将徐晃 又在马明格道 打败了大将陈氏 石余营的军队 损失惨出不久 双方又在杨平关一带 展开激战 为了应付日益吃紧的汉中战事 刘备急命镇守成都的诸葛亮 迅速从一州增派援军 为此诸葛亮特意派人 把蜀郡从事杨红 请来商量对策 杨红见到诸葛亮之后 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汉中是一州的咽喉 存亡的关键 如失去汉中就没有蜀了 这是家门前的祸患 对发兵能有什么疑问 杨红的话 坚定了诸葛亮的信心 他火速将一州大部分的留守兵力 及新征及道的青壮年新军 一并组织起来 立刻赶赴汉中前线 同时对于杨红关键时刻的意见 诸葛亮也非常赏识 在派出援军的同时 诸葛亮还建议刘备 任命杨红担任蜀军太守 代替目前正在汉中前线 辅助刘备作战的援太守法征 以便加强对于蜀军这块 经济重地的管理 杨红受诸葛亮的任命 担任蜀军代理太守后 重视接办 把各项事务都办理得井井有条 深得诸葛亮及蜀军军民的称赞 杨红上任不久 又向诸葛亮推荐了 自己门下的输佐和之 称他有才干 诸葛亮经过考察后 报请刘备 和之不久被升职为广汉太守 这几件事情之后 一州人士都很佩服诸葛亮 认为诸葛亮能够充分利用当时的人才 建安22年9月 曹操亲自来到长安指挥汉中之战 双方陷入胶着当中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 老将黄忠在定军山立战曹军 汉中主将夏侯渊 汉中之战的胜负天平 已经向刘备集团倾斜 到了建安24年5月 曹操率领所有进攻汉中的军队返回长安 汉中之战终于胜利了 随后不久刘备集团又将发展方向放在了东三郡地区 所谓东三郡 其实就是指西城上庸 黄陵三郡 这个地区原本是汉中郡的属性 在现地时期才被升阁为惧 该地区虽然道路崎岖 环境恶劣 但由于地处襄阳以西 是连接汉中至襄阳的重要通道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控制了东三郡 就等于是打通了从汉中到襄阳这段的汗水 为了尽快攻占东三郡刘备派出一都太守孟达 率军向东三郡发动进攻 后又将自己的义子刘复派往东三郡地区协助作战 力求一战成功 战事的进展异常顺利 短短几个月时间 刘复和孟达就占领了东三郡中的两军 当地官员纷纷投降 申丹被刘备任命为上庸太守 申夷则为西城太守 东三郡也终于落入刘备之手 至此诸葛亮在龙中队中所提出的跨有精益的战略目标 已经变成了现实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 刘备在汉中自立为汉中王 终于实现了与曹操孙权这两大集团 顶足三分的局面 不过就在如此大好的局面下 刘备集团的根据地 荆州却突然发生重大变故 关羽不但丢失了荆州 而且命丧孙权之手 刘备集团的实力在请客之间遭受重大打击 古新经营多年的孙刘联盟也宣告破灭 突如其来的变故 不但令整个刘备集团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就连诸葛亮也始料未及 这一切来的实在是太快太突然了 关羽镇守荆州 是当年诸葛亮率部进入一周增援之时 刘备集团做出的重大决策 就当时刘备集团的人员能力威望战功而言 关羽无疑是不二的人选 不过对于关羽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 诸葛亮心中却怀有极大的顾虑 刘备拿下一周之后 曾经任命原良州军阀首领 为刘备迫使刘彰投降 做出贡献的马超为平息将军 对于马超这位早已闻名天下的一代名将来投 关羽不以为然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 询问马超的才能可以与谁相比 这个事件很明显是关羽的自傲心态在作怪 收到关羽的来信 诸葛亮很快做出了反应 他马上给关羽回了一封充满恭维奉承的信 诸葛亮在信中这样说道 马超这个人文武兼备 雄烈过人是一代豪杰 可以媲美汉出名将情部彭月 与张飞可谓并驾齐驱 不过他还是比不上燃功 你这样绝伦一群 这封信件的语气 在现存诸葛亮的所有文章中 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这固然是关羽在刘备集团中的崇高地位 和威望的一种体现 同时也是诸葛亮为避免造成集团内部不目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这也说明诸葛亮对于关羽的性格无法掌控 只能委曲求全尽量安抚 不过很显然在这个事件之后 关羽的心态越发无法控制 不久之后甚至差点导致刘备集团内部的严重不和 建安24年 刘备在汉中地区自立为汉中王 并委任关羽张飞马超黄中等人为前右左后将军 在这个任命正式公布之前 诸葛亮就显得忧心忡忡 黄中的名望无法和其他三人相比 让其与这三人并列会引起关羽的强烈不满 刘备却胸有成竹地表示 一定可以说服关羽 不过当刘备的使者废师带着对关羽的任命和印售来到荆州时 诸葛亮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关羽勃然大怒 不但公开指出黄中这样的老兵不配与自己同列 甚至还打算拒绝接受印售 幸好废师对此早有准备 有理有节的说服关羽 这才让此次事件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 从这两个例子当中都可以看出诸葛亮 对于关羽的狂妄性格是非常担心的 关羽镇守荆州的数年间 除了与曹魏集团在荆州地区发生过几次规模不大的冲突之外 还与刘备集团的盟友孙权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并酿成了建安二十年 发生的东吴夺取荆州三郡的世界 尽管之后刘备亲自出马与孙权达成了妥协 但是关羽对东吴集团的强烈不满和敌视已经无法改变了 后来孙权为了缓和与关羽之间的矛盾 主动派出使者要求与关羽结成儿女庆家 遭到了关羽的拒绝以及公然的辱骂 这就更加导致了东吴集团的强烈不满 加上此时东吴集团的发展目标 已经由曹魏集团所占领的徐州地区 转为由关羽占据的荆州 双方之间一场生死较量便不可避免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京乡之战 向曹人屡长镇守的襄阳繁城 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取得了水淹七军的重大胜利 东吴集团眼看夺取荆州的时机已经成熟 便故意以当时毫无名气的陆旭代替吕盟 担任东吴荆州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陆讯上任之后立即给关羽写了一封信 以麻痹关羽陆讯的书信让关羽得意忘形 认为陆讯将继续实行掳诉在位时 与自己保持的良好关系 于是不假思索地将镇守荆州 以防备东吴偷袭的军队 调往相反前线 全力对付曹军 如此一来 荆州的守备力量顿时变得异常薄弱 同年十月 吕蒙白一度将偷袭得手 与陆讯一起很快占领了江陵和公安等地 随后又攻克了一都紫归之江 一到房陵南乡等地 封锁了荆州地区与益州之间的通道 对关羽形成了包围之势 此时远在相反前线的关羽猝不及防 在得知荆州被袭之后 依然犹豫不决 直到曹操的援军 在相反一线实现成功阻击 眼看夺取两地无望之时 关羽才如梦方醒 匆忙率军回援 但为时已晚 关羽回军的路上 多次遭到东吴军队的重重堵截 追击军队人数不断减少 士气低落 最终兵败迈城 与关平赵磊一起 被东吴军队俘虏 与童年年底被杀 荆州也落入了东吴集团之手 关羽的失败 是汉末三国纷争中 蜀汉集团的一个悲剧 它不但改变了三国的政治版图 也使得诸葛亮的战略构思化为炮营 从建安二十年七月至十二月 短短的五个月时间里 关羽就从危阵滑下 变成了死于非命 这个突然的变故 不禁令人想到了另外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诸葛亮没有对关羽展开救援行动呢 难道是坐视不理吗 其实历史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 首先关羽发动的相反战役 并非是诸葛亮隆终对中所说开始 对曹操展开两线作战 彻底消灭曹操的最佳时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关羽发动相反战役 主要是因为看准了曹操集团内部不稳 梁州和淮南地区疲于奔命的有力行事 并针对相反地区曹军手被薄弱而发起的 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一举夺取中原地区 而是利用以上的种种有力条件 尽快占领相反地区 为以后发动两线作战 夺取相反这两个重要的桥头堡做准备 就相反地区曹军防守情况来看 凭借关羽的军力达到这个战略目标 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并不需要刘备进行大规模的增援 不过关羽的这个战略愿望 随着孙权迅速结束合肥之战 曹操得以从合肥淮南地区调集军力 对相反进行增援而破产 但是就在这样的局势下 关羽还是取得了水淹七军的重大胜利 由于荆州离异州路途遥远 关羽从失败到被俘之间的时间间隔 只有短短的不到两个月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刘备诸葛亮能不能得到关羽 以及荆州方面的确切消息尚存疑问 更谈不上去研究了 其次在三国制吕蒙传 集注引吴书中还有两个重要的记载 这两段记载中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吕蒙自开始对关羽发动偷袭时 就已经把关羽后方的联络通信系统完全破坏了 造成身在樊城的关羽 竟然不知道江陵公安的情况 同样的道理 远在一周的刘备与诸葛亮 得到消息的时间就更晚了 因此来不及进行营救是更加合理的解释 就在荆州丢失后不久 东三郡地区也传来噩耗 东三郡守将孟达与刘备一子刘峰之间发生内讧 孟达在与刘峰的争斗中失败 唯恐自己被刘备降罪 带领自己的部下投降了曹魏 并在不久之后反戈一击 带领曹魏大将下侯上和徐晃 一起进攻刘峰所占领的防陵 上拥西城三郡 刘峰不敌 只得丢掉三郡 率残部逃回成都 刘峰兵败回到成都之后 诸葛亮站了出来 极力鼓动刘备杀掉刘峰 诸葛亮认为刘峰为人刚猛 担心等到刘缠继位的时候 无法控制 在诸葛亮的劝说下 刘备最终决定赐死刘峰 三郡的丢失 对于蜀汉政权原定战略的打击 是致命的 这三个郡的位置 对于蜀汉的战略意义 实在是太重大了 此地处于蜀汉的东北边陲 东临襄阳 北靠长安 是汉中的门户 占据此三郡 无论是对曹魏 还是对孙吴 都有一种威慑作用 荆州失守以后 这个地区 可以作为进攻的 桥头堡和防守的前沿 三郡的丢失 意味着在战略上 失掉了由汉中东出 沿绵水而下 东击曹魏 威胁孙吴的地理优势 历史影响 尽次于施荆州 三郡的丢失 使得以后诸葛亮 进攻曹魏的道路 只存北出汉中意图 在战略上 失去了选择 短短半年时间 刘备集团突然之间 从巅峰坠落 这一切不但令诸葛亮 痛心疾首 也让刘备寝难安 如何挽回颓势 就成了刘备集团的当务之急 就在这时 从中原地区传来消息 一代兼雄曹操并故 此时刘备集团 就面临着两个选择 是趁着曹操新王的有力时机 向中原地区进攻 还是夺回荆州 向孙权集团讨还血债 对于刘备集团 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刘备 还是诸葛亮 都没有仓促的做出决定 从失去荆州 东三郡的那一刻开始 刘备集团 就在认真的考虑着 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前面已经提过 关羽丢失荆州的时间 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 在此之后 不久东三郡也丢失了 第二年正月曹操并逝 直到这一年的七月 刘备才采取了最终的行动 发兵征讨东吴 在此期间 刘备所做的最重要的举动 就是于黄初二年四月 在成都称帝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扩大 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同年七月 刘备正式任命 车期将军领私立校尉张飞 率兵万人 由驻地浪中出兵江州 等待自己一起发兵 东征东吴 这个时间段 大概有一年有八个月 说明了刘备集团内部 对于是北伐 还是东征 做出了一番争论和研究 从史料中看 反对刘备东征 孙权的朝臣 只有寥寥数人 这其中以其 将赵云的意见 最具代表性 而身为蜀汉第二号人物 已经贵为蜀汉 丞相的诸葛亮 究竟是什么态度 在史料中 却无任何蛛丝马迹 张飞受命率兵 从浪中出发 前往江州 准备在与主力会师之后 向荆州发动进攻 不料在临行前 却被不将张达 犯强所杀 其首级也被这二人 带到了东吴 刘备以诸葛亮 留守成都 赵云屯兵 江州 作为后援 自己率军 御驾亲征 展开了与东吴集团 争夺荆州地区的战争 刘备的先头部队 进展顺利 于同年的八月 打败李毅和刘阿 并占据紫规 其主力也陆续向紫规方向集结 同时 荆州武陵地区的 蛮夷各部 也纷纷派出使者请求 协助刘备夺回荆州 东吴集团 则以陆逊为统帅 帅五万大军 进行对抗 战争开始初期 刘备进展非常顺利 在占据紫规之后 又于张武二年征月 阎三峡东进并占领荆州 长江上游重镇一陵 镇北将军皇权 则奉命屯兵江北地区 以保护大军的侧翼 刘备本人亲率主力 向一陵以南的 萧亭地区挺进 短短七个月时间里 乌军从乌县紫规等地 后退了近六百多里 一直退到了萧亭地区 刘备占据一陵之后 面对乌军一险固守的局面 一时也没能找到 立刻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阎乌侠 至一道一陷一山扎营 先后建立了五十多个营战 与东吴军队对峙 从此战争也转入了相吃阶段 两军在萧亭地区对峙数月 天气也转入盛夏时节 由于天气酷热 久战未胜 刘备军队士气逐渐下降 疏于防范 此时陆逊抓住有利时机 火烧刘备 绵延数百里的营战 对刘备大军发动反攻 刘备猝不及防 数百里的营战 陷入一片火海 四十多个营战 很快便被无军攻破 手下大将张南 冯席 沙摩科 父同先后被杀 杜禄 刘夷投降 数万人战死 在长江北岸 留守的黄泉 所不走投无路 只好投降了曹魏 刘备本人也被包围在马鞍山上 最后乘着夜色 侥幸突出重围 仓皇逃回白帝城 至此 一陵之战 以刘备的惨败而宣告结束 在得知刘备 兵败一陵的消息之后 诸葛亮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 此话被记录在 《三国治蜀书庞同法》正传中 原文是这样的 张五二年 大军拜祭 还往白帝 亮探约 法效之弱在 则能至主上 令不东行 就负东行 必不清威以 诸葛亮的这句话翻译过来 大致是这个意思 如果法政还健在的话 他一定能阻止皇上东征 就算皇上发动东征 也不会遭受这样的失败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对于刘备的东征 诸葛亮并不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 他认为只要有法政这样的能人 在刘备的身边出谋划策 东征是能够取得成功的 经过多年的相处 诸葛亮与刘备之间 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 对于刘备的作风 诸葛亮非常了解 因此当刘备决定东征之后 诸葛亮认为 这已经是一件不可逆转的事情 所以就极有可能 没有对刘备进行劝阻 刘备兵败一陵之后 退守白帝城 其生命也走向了尽头 最终于渐兴元年病逝 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 刘备提拔了 一周本土势力的代表人物李延 担任上书令一职 在刘备病危之际 诸葛亮奉命来到白帝城 接受刘备的托孤 这便是这名的永安托孤 永安托孤的故事 出自三国志 蜀书诸葛亮传 记载是这样的 张五三年春 先祖于永安并读 照亮于成都 蜀以后世 魏亮曰 君才时被曹批 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若似子可辅 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量替契约 臣敢劫骨功之力 效忠真之劫 既之以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